好 那跟我們台電陳副總經理 來 審次長請 台電陳副總經理請 對 那也麻煩一下那個內政部的林次長 林次長 跟島東部郭次長 不好意思 叫這麼多人是因為 我們直接發生事件在那裡 我想要對一下剛才林次長講到說 行政院協調了整個很完整的協調機制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這麼的縝密 好 首先我必須提要一下說 總公司是不是南籤這個 我們最後再來談 現在都已經牽涉到 好像有點泛政治化 甚至到了修憲的層次 可是對於我們高敏感度的高雄來講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高的敏感層次 我們只要要求的是 從單一事件來看看到底發生的情況 姑且不論2014年 整個中油發生的重大公安事件 26期裡面24件都在高雄 其實這裡都不用辯論了 大家都知道其實高雄就是石化中正 包括剛才雲林也是承擔 但是他當然畢竟不是中油 是這個六清為主 那我們就先繼續來看中油的部分 中油在3月9號 相關中和公司的那個案件 已經滿慘痛了嘛 一死一傷這個事情 就沒想到很特別 就馬上隔天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外洩事件 3月10號 可是是到3月11號 透過民眾通報媒體報導了以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我大家簡單回顧一下 就是我們的整個從中油的林園廠 送丙溪到大林廠 這個事件是這樣 而他在3月10號的時候 早上9點10分 大林廠就發現 他的管線電圈泄漏 所以大林廠在9點20分 就通知林園廠 要聯繫包商進廠維修 那到這個情況為止 我現在請教一下次長 那個時間點 3月10號 經濟部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部分依照規定 如果有公安事件 我只是問你的很簡單 就是你那個時候 經濟部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應該如果中油的話 依規定他會報導我們的 那個時間點你知不知道 來問一下我們國營會 這邊他有沒有報導 好 那你走過來的過程 您先請國營會請 那我先請一下副總 當時我們的總公司 您主管的這部分 這個時間大林廠有沒有通報 有 他有緊急通報 他有通報什麼 通報就是管線洩漏 幾點通報的 他在11點是我們速報第一報 3月11號 3月11號 好 那我請教你 我再把問題問很清楚 3月10號的9點10分 就知道已經在洩漏了 你們到3月11號的11點多 才介紹通報 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他當初那個因為 等一下你不要 我問的問題就這麼的具體 你剛也回答了 我只在確認是這樣嗎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了3月11號 我這邊他有整理 大林廠維修的時候 發現氣體外泄 直到那個時候 林園廠才告訴大林廠說 那個是丙溪 可是你知道那個過程當中 有多少人在那邊進行嗎 安檢人員 維修的包商人員 現場的工作人員 通通都不知道說 這件事情型的外泄 丙溪都已經在你亂串 完全就是去年 817報的翻版 而你們竟然 超過了24小時 處於狀況外 這是中有的部分喔 那我請教你 事情都爆發了 是因為有民眾通報 市政府才知道 你們已經違反了法令規定 一個小時之內必須通報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要違法不通報 市政府 而用隱匿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情 你們知道為什麼原因嗎 副總 跟委員報告 其實當初不是說要隱瞞 是在處理當中 像政鋒 包括交管這一些 因為第一時間 就是要把這一些 避免說 依照法律規定 空污法第32條第一項 事情發生的話 一小時內就要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他連你們總公司就沒跟你通報了 他怎麼要通知主管機關啊 那我對不起我問一下內政部 市長 你剛才講的協調的很縝密啊 行政院通知啊 那我請教你 你們內政部消防署的消防弟兄 什麼時候接收的通報說 這裡有爆炸的危險性 報告委員 我們消防單位是在11號上午 上午的話 接獲民眾報案 所以並不是中油或經濟部 轉支的對不對 是民眾報案嘛 你們情況跟高雄市政府 是一樣的啊 那我請勞檢單位 你們呢 你們這個也是勞動檢查 對不對 就是說你們主管的是 勞工在那樣的危險環境之下的 那你們什麼時候接獲通報的 我們第一個接到通報可能是高雄市政府的勞工局 勞動檢查所 他們在第一時間就接到了 就是11號嘛 對 我們的南區檢查所 我們也跟高雄市政府的檢查處 有很密切的聯繫 好 那我請教你 3月10號到11號 這整個超過24小時的時間之內 你們是不知道這種狀況的 這個記錄什麼樣 可能要再查證一下 不過應該從高雄市政府的勞檢處那裡開始 好好 謝謝 那我現在再請市長 包括副總 我想要請教的這個事情 其實總公司簽不簽 但我是主張一定要簽 我是從這個個案 不要馬上無限上綱到什麼 修憲不修憲了 我本身就是氣泡區的立委 我很敏感你知道嗎 那時候如果不是吹南風 往人煙稀少的地方吹 他那時候就吹北風 又全部往氣泡區吹了 那也不代表吹南風就沒有關係 林林那些人也是人 我想請教一下市長跟副總 你們怎麼可以這麼輕忽這件事情啊 是什麼樣的考慮 總公司簽不簽的都最後再說 光就這個事件來講 市長您願不願意承認 這是一件重大疏失 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我們已經責成中油公司呢 要去把這件事情做一個檢討 然後要做適當的一個處理 OK這樣大概是檢討 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 一定要檢討嘛 只是我希望你們一定要知道 這件事情人命關天 真的是老天上帝保佑那天啊 沒有什麼出現大爆炸 要不然是整個廠區 跟包括我們外面的社區 是陷入一片火海耶 民眾大家不知道啊 馬上陷入口水戰 我一定要把你拉回到事件的現場 讓你知道 延宕24小時超過高雄氣爆的時間呢 高雄氣爆從民眾通報到氣爆發生 才短短四個小時 你真的是哇 福大命大 我真的是替高雄人鬆了 嚇死了喔 那好我問你 再回到總公司不總公司的問題 延宕了隱匿了一整天 等到了11號通報了 你說副總說11點都知道對不對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現場是什麼情況 高雄市由曾經的副市長作證 勞工 金發等相關環保 三個局處的局長在那邊作證 說希望大林廠啊 趕快出來了解這什麼情況 結果出現一個副廠長 啊怎麼問我唱長呢 唱長呢 說唱長 不好意思 在台北開花 總公司台北開花 不然就這樣就對了啦 這不是偶發情況喔 我每次在坐高鐵都遇到一堆 來自於高雄地區 那些廠長 執行長 副執行長 都要去台北開花 去年的氣爆就這樣 今年的這個危機也是這樣 那我請教一下副總 那時候他開什麼火 有多重的火你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大林廠的廠長 在整個氣爆事件 隱匿了一整天 事件正在處理的時候 他在那邊開一個什麼樣 高貴的會議啦 你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廠長實際上上台北去討論 因為大林廠他現在有一些 比較新增設備 高雄煉油廠要104點關廠 所以相關的一些回饋措施 是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對大林地區的鄉親 一些木林基金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增加 所以在討論這個部分 好 那我請教副總 這樣的會 這樣的會啊 有沒有一定要在天龍國舉行不可 這樣的會有沒有說 因為台北市是首都 聯繫方便 無論如何 討論到大林廠附近地區 他的設備更新的回饋 非得在台北市開會不可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 你回答我 這個部分其實來講 是可以值得探討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想 很多會議現在 譬如說董事會以前執行有 都有參加 現在都是用私信的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回去會 好 所以我想請教副總 當然也包括請教市長 你們董事長啊 林董事長 就我的瞭解啦 本來經濟部 中油 對於總公司要不要簽到 高雄這件事 其實是有討論空間的 就你們董事長一個人 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可能是因為他就是 馬英九清訂的重要的董事長 最近還安排了兩個難堪的人士 讓大家添入人怨 那我現在很具體的請教你 你們董事長 一年到高雄市巡視啊 巡視我們高雄這一些 氣爆危機的工廠啊 一年去幾天 每個月平均都有一次以上 寥寥可數啦 一個月去一次 一年去十二次 好嬌貴 董事長很大 高雄人很小 你們這樣 每次都叫高雄人 整車去開花 你們董事長一年來十二遍 我在這邊具體要求 我具體要求 總公司一定要簽到高雄 那當然是我們共同 整個高雄不分藍綠的決議 我就不談那個了 我只是具體要求 你們提供我們資料 董事長到高雄開會的次數 整個公司的正式高層會議 台北開的次數跟高雄開的次數的列表給我 同不同意 你對麥克風講一下 可以 好 我在這邊我不想要拖很多的時間 我也很謝謝素信選主席 代理我們的招委職務 因為他在屏東 我們共同承受那種空氣污染 跟氣爆危機 我們都是南部 高雄的議會 國民黨的黨團 也都沒有意見 對於那個自治條例 那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地方 中游是我們的 不要說是好像只有公安危機 他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只希望這個好朋友 當然也造成了很多危機的這個企業 跟我們生死與共 同樣在這裡面對危機 不要在台北的天龍國 交貴 首都什麼聯繫方便 這種要視訊 請你在高雄當總公司跟台北視訊 而不是讓我們事件發生的時候隱匿 不處理 而人在台北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 我最後的要求就是 剛才我講的那些細節事件 我們藉著在立法院這樣的殿堂 要把它暴露出來 你們盡快告訴我們中間的原因 那個神秘消失的24小時 中游到底在做什麼 總公司到底在做什麼 這就是我們沉痛要指控 也要求總公司簽到高雄的原因 謝謝 好 謝謝趙委員 謝謝我們列級官員 很多人 有時候 你們要來看 我們來看